好,那我又來了 早上的跟各位介紹是有關於歷史照片的一個定位的部分 那延伸這個議題其實我們在過程當中發現 地標要去比對其實有點困難 所以我後來針對這個問題又做了一些處理 我們把這個台灣所有能夠找到一些歷史的地圖等等 也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我們來看一下 水保局其實從1996年開始就用衛星影像來做三國地的管理跟監測 所以我們其實累積了非常多的那些衛星影像 過去這萬一影像可能用完之後就放在櫃子裡面就發霉 就爛掉等等 我們希望說把這些資料重新拿出來 我們放在平台上面讓大家可以自由的去存取這些資料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大概用很多的航照 航空照片以及最近五年的相當大量的UAB的這些資料 我們現在全部都把它分享出來讓大家可以使用 當然也包含4.2萬張我們早上提到的歷史照片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希望說這些資料除了讓大家可以直接使用之外 我們也希望說能夠讓更多人平易近人 我們做了一些簡單的線上的工具 過去需要一些比較複雜的GIS的一些功能 我們現在都是用線上的工具可以把它解決 那我們也提供相關的API等等的一些影像服務 那希望把這些資源能夠共享 那我快速的說明一下目前有一些資源包括什麼 包括超過一萬兩千張的衛星影像 從免費的包括有一些商業衛星的 如果我們版權買到夠的話我們也把它share出來 包括免費的包括像Lanset的Sentino 1 Sentino 2 那還有Corona衛星1996年的美國間諜衛星的影像 感謝中研院我們從那邊也拿出來之後 我們重新做好這個圖專 那也包括超高解析度的像World View 2 Greak Bird Radius這些等等 0.5公尺的解析度的影像都在上頭 那也包括像近年來的一些UAB的成果 目前來講我們最近五年大概累積了 超過四十萬公頃的政策影像 那這些資料目前都全部在上頭 那這麼多資料我遇到一個問題說 這麼多資料我要怎麼去找 一張張照不可能就是幾十萬張照片在上面 那我們現在就開發了簡單的工具用途 自搜尋的方式 我只要選擇相當的時間範圍 然後再加上他的這個地點 那包括地點的匡選之後呢 之後去做一個選擇 我們用一個動畫中範例好了 比如說我匡選這個南投縣仁愛鄉的這個地方 那我直接可以找到 在這邊所有的一些歷史的照片 還有這邊曾經拍過的UAB的正設影像 或者是這邊的航空照片 在這個範圍內只要有空間有符合到的 我們通通幫你找出來 包括歷年的衛星影像 這快速的可以找到這些資源 那這些資源可以怎麼再加持應用呢 比如說前一陣子有些地理學科的老師 就說他們需要這樣的資料 那我們把它做成動態距伏檔 比如說我匡選一個範圍 這是在台東縣的泰瑪里 這個泰瑪里溪這邊 這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匡選範圍之後呢 然後選各年度的影像 我們把它按一下確認之後 它自動產生一個動態距伏檔 所以就可以看得到 從這個摩拉克前到摩拉克後 整個泰瑪里溪整個溪流變化的形形 是它這個環境教育上非常有用的一個工具 那當然呢 更多人希望說我可以把這個圖像帶著走 很抱歉 原始影像不能給大家 因為這有版權的問題 所以目前我們的做法就是 你可以用截圖的方法 那截圖困當中呢 我們直接會把它包成KMZ 把它的地理坐標會整合在一起 所以在這個上面這個地方呢 你所有的這些 包括動態的部分 它也可以在Google 2S上面打開 直接做一個play的動作 所以各位只要在這個平台上面呢 在上面這個影像截圖 產生的KML之後 就可以直接在你的Google 2S上面 或者是一般的Q-GIS R-GIS等等上來使用 好 那當然除了我們自己自產的資料之外 也感謝各單位的協助 我們也介紹了很多單位的資料 包括中研院的一些地圖 其實我們也漸漸過來了 那還有包括我們自己自產的 以及其他外單位的這個部分 那這是我們自己自產的一個 叫厚實的地圖 那在地理科學當中 我們有一個叫做 比較日本有一個比較紅色地圖 概念上是一樣的 那這樣用傳統的第一頁資料 把它製成這樣的地圖之後 整個地形地貌 會比一般的地形圖更清楚 那這是20米的第一頁做出來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得到 山脈的範圍跟河道的那個位置 那如果是6米的第一頁做出來 效果我會更清楚 那如果是1米的第一頁 連山上所有的農路 新石溝也吸上面的防沙壩 一清二楚 所以這其實是還滿恐怖的 所以這個部分目前有管制 所以 所以很抱歉我沒有辦法開放給大家 這目前只有我們自己局內使用 跟相關的合作單位在使用 但是一般的民眾我們現在法令上規定 是5米以內的第一頁是要石頭管制的 所以早期像我要出國其實要報備 因為這個我們有這個比較細的這些資料 那現在比較好一點 現在比較沒那麼嚴格 但是還是一樣沒有辦法直接對外 那我們希望有一天能夠打破這個經濟 好 那當然在平台上面 我們希望一般的GIS工具都有 我們做三四窗的比對 我們把這個2D 3D跟這個Google街景整合在一起 好處是什麼呢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是在9211地震前跟後的 南投九九峰的衛星影像照片 我們可以用視窗的方式做比對 那我們在用Google街景三四窗 這是在苗栗的火焰山 那Google街景我們常常會迷路 因為那個方向搞不清楚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它整合在一起 你的街景怎麼走 那它的3D跟2D的地圖會同步 所以在使用上就會非常的方便 那還有一個就是不同的解析度的影像 其實在使用上 過去的一般GIS 相當會沾一個破圖的現象 因為它的圖磚的層次是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做一個技術就是讓它不會破圖 就是不同的解析度 可以讓它同時re-in同時很好 但在比較差的解析度就是同解析度放大 沒有那麼清楚但至少不會破圖 那在使用上就要便利性就會比較方便 那另外現在一些國土利用調查圖 跟地域圖我們全部都整合在一起 就是我只要去點到某一個地方 我可以知道這個地方所有的一些地質地貌 它的一些土地利用情形 當然有一些個字我會遮蔽掉 因為地域上有一些是有個字的問題 那部分我們已經處理掉了 這些相關的一些整合應用 那這些資料其實有些是其他單位的部分 但是我們就是後端把它做一個merge 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使用上就會比較方便 好 那另外還有一些簡單的工具 比如說一般的webGIS上面 大概只有sy座標 沒有高層座標 那我們現在把高層座標也納進來了 所以過去你可能必須要到google earth 才沒使用的高層座標 這邊其實直接可以找得到 而且比它更準 好 好 請收下我的睡覺 好 好 Anyway就是你只要找到任何一個點 然後按右鍵的話 就可以儲存這些相關的資料 那還有一些相關的這些 基本的工具我講都不再多多贅述 那當然這些圖紙可能 你覺得還不夠 我要自己的圖紙上去 可不可以 我們可以開放給外部的圖紙上傳 不管是Share5 GeoJSON 或者是KMD 我可以直接上傳到這邊 就可以直接幫你做成圖專 直接使用 那還有一些線上塑化工具 像我們這邊可以直接幫你線上塑化 整個崩塌地的這些面積等等 那一樣可以把它轉換成KMZ 自動宣匯 然後自動把你的崩塌地面積把它宣匯出來 那一樣就可以直接下載成KMZ 然後在google上面使用 所以就不需要再學那些GIS軟體了 那TGID TGID TGID 從不都有 還是要啦 還是要啦 進階工具還是要靠它 那Sentino的影像可以下載原始影像 因為這沒有版權 這本來是開圓的 所以我們幫大家處理好了 那13個波段的影像都在上面 快一點 那還有其他的一些工具 等等 反正就大家試試看 那QGIS上面你可以把它匯復圖磚 方法都在上面 完成的簡報 我已經放在那個上面 可以自己下載 好不好 謝謝大家 那對不起 30秒宣傳一下 那我們每個禮拜二會辦線上的Semina 歡迎 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頻道 然後我們每個禮拜二會在我們的Facebook社團上面公告 那下禮拜二也有兩場 請大家參加 謝謝 謝謝他非常非常精湛的那個演講